哈囉,我是Key,目前在桃園大園區幫客戶做冷氣清洗保養 清洗前,出風量我們用廣的紙袋來去顯示 等一下我們清洗完畢後,來做前後的差異比較 目前如果以人體感應感受的話,風量是非常小的 吹不太出來 等一下我們清洗完畢後來做一段錄影比較一下,看它的出風量大小 目前我們將室內機的背板水盤元件拆下來 剩下的腳盤旗在上方 我們剛剛在測試風速運轉的時候風量非常小的原因 轉回來畫面中,你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室內機拆下來的狀況 這風扇原則上要去切風出來很難 大概就微微的風可以吹 那另外還有就是水盤呢 上面呢有一些生成物 那客戶有告訴我們,他有自己噴過清潔劑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有效去除霉味 那您看啊,如果沒有將水盤拿下來 這上方,後倒水溝的部分 上倒水溝,你各位沒辦法清乾淨 轉到背後,後倒水溝的部分,也是霉球 所以啊,有人說冷氣不要做細部分解 有可能洗得乾淨嗎? A few moments later 室內機,做細部分解完畢了 可以看到剛剛的狀況 除了那個風扇髒到不行以外 那水盤呢,在這下方勾槽 海綿蓋住的地方 這些都是死角 這根本沒有辦法去有效的清潔 所以我們要將它做細部分解 另外呢,在上倒水溝的部分 熱交換器壓在這上面 你也沒有辦法有效的清潔 再加上後倒水溝的部分 因此,必須做到有效的清潔 一定要做到細部分解 這個是熱交換器的左側的固定板 這些角度根本都沒有辦法清 這是右側的固定板 所以啊,不要再相信坊間的師傅 隨便信口開合啦 不分解可以洗乾淨 根本就用專業在騙你 A few moments later 經過我們清洗完畢後 現況 原本黑色的熱交換器呢 現在就要發生營亮的狀態 然後再轉到現場的部分 可以看到我們所有的塑膠件 電路板啊,馬達還有外殼等等 在水盤的部分 也都清洗完畢了 把後倒水溝的部分 跟這個剛剛講的 入水盤這些水槽的這個位置 那像這個有殘膠 那是膠部那個殘膠 等一下我們要再把它擦掉 那其他位置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反面 再來海綿的部分 剛剛蓋在這上面一定要拿掉 灌流風扇 以上呢就是 分離一次冷氣掛石的紀錄 一定要做到細部分解 經過我們清洗完畢以後的室內機 現在重新開始運轉 您看我們齁 用很長的紙袋 冷氣代表它的風量 已經可以垂的翹起來了 但受體就差非常多 我跟我們今天差很多吧 對 它這個是弱風的部分 把它調到最小 調到最強 早上的時候 風速是蠻窄的狀況下 要去操作它 所以適當的清洗保養 才能 讓冷氣呢 恢復到最好的效能 一定要做到細部分解 才能有效清潔冷氣 得到好空氣質量